我在开始节目,开始之前就跟R7这边的负责人聊过 他们会说会有一些数据会能看到,但是也不能看到全部的数据 那如果有人,如果基于我们一些真诚的,也是中肯的,也是对的建议的话 我觉得我们不管是我们的团队,是团队也好,还是我们的投降联系盛团也好 我们的民众也吸取一些改正 那如果您刚刚说的是,还有一个什么?不好意思,您刚刚还说了一个什么? 还说了一个优质偶像的特质,对不对 优质偶像的特质,我觉得特别,需要具备的特点,我觉得第一个是他需要努力 他要努力,然后我还要热爱,然后我刚刚说他有追求 这我觉得比较重要,必须具备的 那至于怎么真正能不能成为这个优质偶像 我觉得还有运气,一点运气在里面 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,就是命跟真的 但是我们要跟最后得出这个是命的这个结论之前 一定要先不去努力 因为不会有人说,我就不行了 你一定是独立过后以后,你才知道这个是对还是错 这是我的观点